新年第一桌的状态基本上还是在家养病 然后就是写手账 写我的新年手账 这个是我有一次 出去逛街的时候看到特别好看 然后买的 就九口山那个A7小本子 我之前有很多九口山跟阿怪合作款 然后这次买了一个别的 也好好看哦 这个第一 这个是我 因为我头发好长 然后就比较喜欢变变子 这么长 然后人生开挂 祝大家都人生开挂 在新年一年里面 然后这一页因为不是特别好写 贴两个贴纸 胜利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我的新年开年页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有一张纸就这样翻过去 然后翻过去的前面一页呢是2022 后面一页呢是2023 就刚好翻在这里就是把2022翻过去 然后露出了这个2023 然后这个地方我画了一个 在林里面画了一个城堡 然后这个2023这里 全部写的都是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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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去年的这个2022 是在生病当中结束的 然后今年又是在生病当中 养病当中开年的 然后就希望2023年 就一整年都 大家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就写了好多好多好多的Health 然后这里就贴两张贴纸 这个贴纸就是这个贴纸 这个一大张贴纸 它们剪下来的 这个还蛮可爱的 这个是我去阿怪家里面做那个 呃 做手工包 对 做包的时候 送的每人一张贴纸 就好可爱哦 现在阿怪的那个活动 就是暂时不办 因为疫情嘛 就希望什么时候可以再办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 耶 然后这里贴了减肥成功 年期上语 那这里也是从 那张贴纸上面 就是剪下来的 然后这边 11号养病 12号想去迪士尼 然后那天还剪了个视频 画了个视频 嘿嘿 这里记录了 我跟师姐的病程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感觉不舒服的 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我是从24号晚上 平安夜晚上 开始发烧的 然后师姐是从 12月29号开始发烧的 然后就一直记到后面 这样子 这个是1月3号写的 新年愿望 然后这个呢是 就是回过2022 虽然就是有挺多 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然后有很多计划呢 也没有完成 但是 但是因为2022年 就是有风控啊 然后还生病了 在家养病啊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很多时间 是跟师姐 每日每夜 就是时时刻刻 24小时全都腻在一起的 那种时间 就是那种天数格外的多 然后就觉得 2022年一整年 还是很幸福的 而且风控的时候 然后师姐给我做了 好多好多好多好吃的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只能 叫不着外卖 就只能自己在家做饭吗 然后就都是师姐做 然后师姐 还开发出了做肉夹馍 她自己做肉夹馍 然后师姐的咖喱饭啊 什么都好好吃 就还是挺幸福的 然后现在先写到这儿 当然这不是我今年的唯一的一本手张本 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除了这一本 还有这个 这个是五年日记 就是它是我们从2019年写到 2023年 今年是这个五年日记的最后一年了 就是我跟师姐 每人每天写一句话 就是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上面可以看到 20192020 2021 2022 然后这个是2023 然后师姐 我今年跟师姐说 呀 今年是我们五年日记的最后一年了 2023年 最后一年了 明天要买新本子了 然后师姐说 一本五年日记 都没有写完疫情 好悲惨 2019年是没有疫情前的最后一年 这个是疫情的第一 当然这个是年末的时候 是疫情的第一 刚开始对吧 然后这个是疫情第一年 疫情第二年 疫情第三年 疫情第四年 真实 就是这个本子吧 就是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就比如这个2019年 我说姨妈肚子痛 然后师姐在下面写 媳妇姨妈 360度 无死角照顾 真棒 还有这个 这是2021年 1月21号的时候 摩奇是我的好朋友 他给我算命 说我要活很难 然后师姐就说 让摩奇再算算 他能不能活 这个叫什么 荷包蛋 不对 这个叫水铺蛋 荷包蛋是用油的 用油的叫煎蛋 不是 用油的叫荷包蛋 用油的叫煎蛋 这个叫水铺蛋 那你请问 你们水铺蛋是什么东西 我们没有水铺蛋 虽然 我跟师姐经常在这种问题上 发生争论 比如 我叫压叉头 它叫撑衣杆 我叫拖线板 它叫插线板 我叫绷鸡 它叫戳鸡 我想吃一块胡豆腐 嗯 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每天吃一样的饭 看一样的电视节目 去一样的地方 做不一样的梦 再一起圆梦 和最爱的人一起生活 再平淡也如诗如画 少时很喜欢一句话 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 妥善安放 细心保存 免我惊 免我苦 免我四下流离 免我无知可依 这话如此美好 可作者却在后面揭了一句 但那人 我知 我一直知 他永不会来 这让年少的我怅然若失 幸好 年岁渐长 我竟等到了这个人 这个将我放在心肩上 收藏好的人 帅 好帅哦 再建一个 星期四 师姐去上班 我去迪士尼 我穿着琳娜贝尔的外套 戴着琳娜贝尔的帽子 背着琳娜贝尔的包 想到前天 师姐同意我俩一起去 迪士尼赞时年卡 昨天还说 如果我同意不去迪士尼 在家休息 就给我买一个L号贝尔 内心油然而生一个念头 被宠爱的感觉真好哟 1月5号的迪士尼 人还挺多的 大概大家都扬康了 坐旋转不满的时候 还听到旁边的人 一直在咳嗽 病了还是要多休息 等完全康复了再出去玩嘛 这次跟闺蜜一起 又买了好多东西 还依然得了一个好看的赠品 然后我还买到了 我心心念念的罗狗 小浩可其安 至此 我的迪士尼娃娃路 已经圆满了 我想要的瓦都买了 而且我的这只狗 还是我闺蜜亲自给我挑的 我闺蜜说 反正我挑完了 也要问她行不行的 不如所幸 她把我挑得了 没事吧 你老人怎么弄 把棍怎么弯了 其实都有一点弯 这狗 看来 看来工人对狗的感情 没有录录好 录录每一只都做得超可爱 嗯 狗又 插成狗 真的每一只都有一点歪 她的嘴一定是一边大一边小的 为什么 为什么就长这样 我已经禁止了 你在两个里面 让我看看 好像是稍微可爱一点 那边呢 你买两只都转过来 是不是这只更可爱一点 这只长得精致 这只长得有点嗨 这只精致 好吧 这是一只精致的狗 对吧 稍微精致一点 那不就是我吗 你是说你的身高吗 啊 没意思 你在那里喊我 嗯 这个 好吧 走 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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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